當作為全國人大常委的譚耀宗 由於漠視這些憂慮 由於唯恐天下不亂 再出言不信 其實展現到的只不過是他和他背後的權力 今次的這個狼子野心 這個邪惡的面目真正展現出來 就是他根本不希望見到任何反對的聲音 他根本不希望見到香港繼續是香港 而這樣的說法 最終對香港根本沒有任何的好處 其實立法會是不是他們眼中釘呢 很明顯 而他是希望透過這個說法 不單止是威嚇立法會議員 甚至是威嚇香港人 這個才是他們真正的目的 作為人大常委 他現在是指點特首 甚至特區政府是由他作出指導思想 是根據他的原則 是去DQ任何參選人 這個其實是刮了林鄭月娥 和整個特區政府一大巴的 林鄭月娥 或者他現在新的那個曾國慧 他一定要走出來回應這個說話 否則的話 等於實際去管理香港的 當然不是林鄭了 就是由人大常委派譚耀宗出來去做管理香港特區政府